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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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你如情妙 心头长 见你如情妙 心头长 想你时雨中 眼里藏 笑人见万事 难逃两相望 还有神仙卷旅两双双 相思长 相思一人长 悲欢也只剩 苏黎上 何香坏心装 起舞月明冲 最后千朝只恨人无常 情若再共散 海聚不赖 独藏 亦是柔情怀 谁寂寞里长 亦若还痛有很难 释怀 多情的不爱 亦是柔花一朵 花长爱 对了 曲仙呢 在房间休息吗 没 她那个昨天就去原府出诊了 说是袁若衣的父亲得了什么怪病 昨天就去了 那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回来 可能是她这个病毒比较严重 然后就留了她一晚上 你明明知道她受伤 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去呢 万一又出什么事怎么办 我 姐姐姐姐姐姐姐 你体内的真气怎么会这么乱啊 晓晴 我 我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法力了 你躲开一点 晓晴 你刚才没事了 我没事 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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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是 我感觉 另外一个 好像跟佛没有了 原来是找法海师兄的 是的 麻烦师父帮我们通报一声 抱歉 两位施主 法海师兄正在闭关修炼 不见任何人 不是 你就不能通融通融吗 这个真不能 法海师父 我乃白苏珍 我有钥匙想讯 可否一见 白苏珍 你恢复记忆了 I can feel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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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反应 没反应 恐怕做了坏事不敢见人吧 你们那个法海师兄 什么手术官 抱歉 施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了 你们俩还有其他事情吗 我们要见你们住址师父 这个 小青 我们先回去吧 什么闭关 我估计是因为上次抓你的事情 还被关着呢 我给 先回去再说 嗯 苏叶你醒了 灵溪呢 她 她出去办点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主上 您怕是误会灵溪姑娘了 她那日为了救你 耗损了不少真气 她应该是怕您担心 所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去疗伤了 真的是这样 真的 灵溪姑娘那日为了救你 几乎连命都不要了 我看着都觉得十分感动 果然还是我的灵溪啊 我就说嘛 她一定能够想起来的 你现在感觉如何 让我帮你看看 不用 静儿 是因为你的修为有限 我把伤着你 你 你是在关心我吗 这倒不是 我只是不想欠你太多 灵溪心善 难免会在意 事到如今 灵溪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 这些日子多谢你了 是我送叶欠你一份人情 待我回府之后 不管是什么事 只要你需要 都可以来找我 找你 你是在赶我走吗 你在在我这儿 还有什么意义吗 不如出去 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知道 你与灵溪姑娘的爱情十分感人 可是 就因为白素贞与灵溪长得一样 你就认定她是灵溪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看她 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 所以忍不住想问了 她一定会想起来的 或许会有这么一天吧 刘师爷 许夫人 恭喜恭喜啊 这 何喜只有啊 昨日有许大夫 被我拉去给原丞相治病 那么多御医都束手无策 许大夫只凭一颗金花御露完就解决了 原丞相很是开心 说要带许大夫去临安 给贵人看病 这要是好啊 治不定就能成为御医呢 什么 又去临安 这可是好事啊 辛苦刘师爷了 还专程跑过来告诉我们一趟 哪里哪里 你们一家三番四四的相处王大人 如今徐大夫是前途不可限量 假以时日 或许我要仰仗徐大夫还不一定呢 刘师爷 您太客气了 既然话已经带到 那我就先走了 告辞 慢走 怎么这就要去临安了 你太突然了 去临安 他能够一展报复 那也是件好事情啊 这 可无论如何 你们两个要把话说清楚啊 这不管怎么说 你仗不清不楚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姐姐 你现在还是许仙的妻子呢 姐姐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犹犹豫豫的了 行了行了 看看情况再说吧 嗯 走吧 袁小姐 袁小姐 徐大夫 你不用紧张 我有事问你 可 袁小姐 这孤男寡女的共处仪式 恐怕不太合适吧 别可适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会法术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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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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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性格跋扈了一点 但是正好与你互补 不是吗 与我互补 如果您娶了袁小姐 便成了这袁家的成龙快婿 对你对我 都是好事 你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 对 你说的对 你要你的幸福 我也应该 去寻找我的幸福 或许我跟那袁小姐在一起 真的要比跟你在一起好多了 好啊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谁也别耽误神 好啊 你请自便吧 我要去找袁小姐了 我不能让她等太久 姐姐啊 姐姐啊 我觉得许仙跟袁洛依应该只是个误会 袁洛依她没那么大胆子 小青你别说了 姐姐啊 姐姐你怎么了 姐姐啊 你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那就好 辛苦你了 有什么好辛苦的 不过 你好端端的 怎么会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因为人妖不能结合你和姐夫又所以遭天遣了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我争气紊乱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不能啊 他就是你的成员啊 怎么可能啊 为什么不行 理估什么呢 没没没 不是我是说啊 你说凭什么你在这儿受天前 那也太不公平了吧 那许仙和那袁洛依就在那儿打得火热的 姐姐 她那么急着出去找你 你们两个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就是好聚好散 让她去袁洛依呗 什么 什么 为什么 不是 这许仙也太不是东西了 我原先真是看错她了 没想到是这种人 不对啊 姐姐 许仙 她那么喜欢你 那话又说回来了 那袁洛依这个女人 她再也不知道情重 那许仙对她也没那个意思 怎么可能娶她 姐姐 这借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留下来 继续待着 那是害了她 你看你 你每次口口声声的都说是为了她好 如果你真的离开了她 她就真的会好过吗 先不说这个了 姐姐 进来吧 姐姐 外面有个叫姜儿的求见你 姜儿 她还敢来 看我不让她吃点苦头 小青 我现在不方便出去 你帮我去见她 如果她不动手 你就不要动手 天天她到底要说什么 我知道了 这回不闯进来了 还知道让人通报一声 白素贞呢 她 她不见客 有什么话跟我说吧 告诉白素贞 宋爷要我来杀许仙 她还不死心啊 她不是正常人 除非许仙死了 否则她永远不会死心啊 总之 你们也小心一些吧 我怎么感觉你没安什么好心呢 之前 许仙就差点死在你手上 我杀许仙 是为了救宋爷 现在宋爷性命无碍 我自然不希望她死 哦 我明白了 那你这是希望 许仙和我白姐姐百年好和啊 许仙死了 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 而且许仙从头到尾也没做错什么 她只是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 听你这意思 你对许仙还挺心心相惜的 不过许仙和你可不同 我姐姐对她那是重情重义的 而你呢 明知道宋爷心里有别人 你却还死心塌地的跟着她 她心中有什么人 如今我已经不在乎了 把我的话告诉白苏珍 啊 等等 为什么不在乎了 是不是你知道那个人不可能是我姐姐啊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 宋爷根本就不是我姐姐的成员 而且我也知道 我姐姐也不可能是那个灵溪 该不会 宋爷那个恋人是你吧 真的是你啊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呢 等会儿 不对啊 这宋爷这么爱灵溪 怎么会认错人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不要乱猜 对 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既然你知道 你为什么我把真相跟她说呢 没有用的 现在的她根本不是当年的她 我也不是她当年眼中的我 什么乱七八糟你你她她的 你都跟我说糊涂了 自作孽 不可活 你呢 知道宋爷不是白素珍的成员 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当然想说呀 天机不可泄露 天机不可泄露 那你当我和你一样吧 何况说了也没有用 白姑娘 白姑娘 谁啊 那万业的 袁柔依 小青姑娘 我找白姑娘有事 不是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我姐姐好心放你一把 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找上门干嘛 找死啊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姐姐好心帮你 你居然背着她勾引我姐夫 你怎么这么不知廉耻啊 滚 我真的找白姑娘有事 求求你了 让我见见她吧 你做梦 袁柔依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一肚子气 你再惹我的话我真揍你啊 小青 白姑娘 姐姐我能应付她 有什么事进来说吧 好 不是 你干嘛呀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你跪下来 我姐姐就会原谅你啊 若已有一事相求 小青 你先出去吧 有什么事 起来好好说 白姑娘 你跟许大夫成亲那几天 我一直身体不适 经常做梦 有时候 有时候连白日都处于半醒半梦的状态 甚至分不清 何时是梦里 何时是现实 但是我能看到 我有一个前世的爱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 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自从梦见她以后 我就在寻找会法术的人 想知道我的前世 和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遇见的都是骗子 没有人可以真的帮我 直到这一次在苏州 父亲意外患病 多少御医都束手无策 可是许大夫她就好了 我知道你和许大夫夫妻恩爱 我不敢作乱 只是当时 许大夫坚称自己不会法术 我也是一时情急 所以才说这样的话来吓唬她 既然你诚心来找我 小碧已经知道 我的确懂一些法术 但是你看到了前世 又能怎么样呢 自治与那个人 重续前世未了之缘 想起我们两个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对我满是敌意 那个时候 因为你太爱林家文了 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这么深的缘分 你不要了吗 白姑娘 你和我们凡人不同 一定没有前世近生的困扰 所以你一定不会明白 那些梦断断续续 极为短暂 但是对于我而言 就像经历了一场 漫长的一生一世 我和那个人 整整爱了一生的爱恨痴缠 相比之下 我和林家文 算点什么呀 前世 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真的那么重要吗 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那林家文呢 林家文 我和她没有真正的婚约 她也没有那么的喜欢我 那如果林家文 对你痴心一片 赴汤蹈火呢 我这个人自私惯了 爱我的人 绝对比不上我爱之人 我想世间女子 大多如此吧 世间女子大多如此 难道你不会感动吗 不会因为感动而犹豫吗 感动归感动 为什么会犹豫呢 如果犹豫就说明 你以为的感动 这就是爱 你爱这个为你赴汤蹈火的人 所以 你才会为她停下脚步 只是不知若伊到底怎么回事 这几天我听夏人说 她好像喜欢你 家文 我有家有事的 这怎么可能呢 来 有家有事 自打你来了圆府 嫂子怎么没来过 你也没往家里烧个口信 你到底有没有老婆 还跟我说她回娘家办事去了 我看你们俩是吵架了吧 许汉文 你是不是男人啊 你和你家娘子吵架了 你都去哄哄她 你留她 你就这样让她走了 你现在躲在这里 你真给我们男人丢尽了脸 那你说 我能怎么办 如果你错了 你就承认错误 道个歉便是了 如果是她错了 你就忍忍 这夫妻之间 把话说清楚了 不就好了吗 要不然 早晚得完蛋 对 把话说清楚 把话说清楚 这生气是要说的话 都那么得言不由衷 不行 我不能让我娘子误会 我明天就去找她 跟她解释清楚 跟她说明白 对啊 白姑娘 抱歉 因为你刚才的话 我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 求你了 帮我看到前世吧 不是我不想帮你 而是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法力 可以让你看到前世 我听说 孟婆类可以帮我看到我的前世 所以白姑娘 可不可以帮我求娶一滴 孟婆类 或许可以吧 喝下了孟婆汤 便是新生 再看到前世 又有什么意义 不过是给自己徒增烦恼吧 我知道 但是不管我看到什么 不管这句怎么样 我都可以接受 只怕你现在一个说法 看过之后 又是另一番想法了 不会的白姑娘 如果弄不清我的前世 恐怕此生我都难以释怀 这样浑浑噩噩的活着 简直生不如死 求求你了白姑娘 我是红尘中人 没有你看到明白 但是我真的很想弄清楚 你是红尘中人 我又何尝不是呢 罢了 我会尽力去帮你娶到孟婆类 多谢白姑娘 等我回来 难怪这个袁洛依这么古怪呢 原来是想起前世的事了 他也是个可怜人 那他再可怜也不能胡来啊 也不能说嫁给姐夫吧 不过 不过姐姐 你真的要帮她吗 你现在法力还没有恢复呢 而且你这身体 调养的也不行 你这要是去阴间的话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说了 不是还有你的吗 娶一丁孟婆类 应该问题不大 你真的要帮这个袁娜小姐吗 不帮她也行啊 咱们又不欠她的 凡人总以为 打开天眼看到前世 就拨云见日 了却心事了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 看到了却什么也做不了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是最痛苦的 姐姐 就好像我吧 明明是来了却成员 却又招惹成员 姐姐 我知道 你心里特别难受 那你为什么不想开一点呢 你想啊 如果你忘掉松叶 忘掉前世恋人 咱们现在就单单说你对许仙 你是怎么想的 小青 人世之间 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呀 好了 事不宜迟 你为我护法 我们去趟阴间 好 显然 不 好 姐姐 快点 把这个 给任若瑜 姐姐 现在莫说这个的时候 来 我给你用工 你快去管我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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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 小青 我怕是不行了 不可能的 你刚刚明明还好好的 我刚才是强撑着 我现在 我现在撑不住了 不行 我现在就要带你去见菩萨 咱们去洛家山 走 小青 小青 听我说 菩萨 不再让我来人间渡箭 这箭 渡不渡得过 都是天命 我渡了掉的 不可能的姐姐 你听我说 待会 待会回京城山 好吗 好 你 你 你